你看 是比這個名詞都更嚴重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很特別有三個 一個就是胡茂協定的正確概念 第二個就是由X法到胡茂協定 最好會導致台灣的悲劇是什麼 第三 台灣未來的前途怎麼走 好像有幫他製救 從第一個角度來說 胡茂協定最充滿的政權 就是說他現在的中國平常的人 可以來台灣工作 他來台灣工作這不是貿易 貿易是貨物移動 我東西不給你 你東西不給我這個就是貿易協定 這是所有國際活動的第一